就在1月中旬 在美华人在全美范围内掀起了一场 誓死保卫中国十年前的请愿活动 当时我们也为大家做过相关的报道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如今多位驻华领事在不同公开场合 均透露出今夏势必恢复中国十年签证的计划 不仅如此 在恢复签证的同时 还会给广大在美华人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近期多家华人媒体报道 在美国纽约华人联席会举办的春晚上 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吴晓明 首次当众宣布 中国不久将恢复十年签证 同时对因疫情期间暂停造成的耽搁 会予以三年免费加签 前几日 美国新泽西州华人联合会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席间邀请到了纽约总领事馆 吴晓明副总领事出席活动 在活动现场 他为广大华人官宣了这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在现场的网友发来的视频 也可以免费发一个两次 就是如果不大十年 我们可以免费发一个两次不解 半年之内两次不解 这个有两个选择了 现在这个疫情管制措施 好转以后 大家手上的这个时间多次签证 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因为这个疫情产生的这个影响 可能比如说 从2020年到326号开始 那个签证都不可能 如果说将来 比如说 比如说在 我编火运头 比如说2023年 比如说 比如说七八十 都已经被证据了 但中间因为 将来可以根据大家的意愿 给大家免费发一个三年的签证 所以 不会担任大家这个 希望的这个时间 只不过因为现在如果想回国 需要申请你们写的钱 所以一休息 哪个准备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申请看情况 也可以申请商务 就是礼物怎么可以 礼物的还是不可以 然后如果就业都不可以 就是除了这两个影响 其他都可以 听到这个消息 想必广大在美华人 应该会十分欣喜吧 不过吴小明领事 在现场也做出了强调 就是目前回国 还是要单独申请宣证 上月 在全美华人社交媒体圈 疯传着一份请愿书 这份发布在 change.org网站上的请愿呼吁 由华人Samuel Yann创立 目的则是 恳请中国大使馆 恢复过去签发的 十年期多次往返签证 并消除前往中国旅行的所有障碍 那现如今中国政府 到底采取怎样的签证措施呢 十年期多次往返签证 在未来还会实行吗 今天咱们借助这份请愿 来一探究竟 Samuel Yann在这份请愿书中写道 三年多来 许多华裔美国人 急切等待着去中国探亲 他们的亲人 包括因COVID-19而生病 或去世的年迈父母 我们理解 COVID-19大流行 给每个人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但我们恳请大使馆考虑 长期分离 对许多华裔美国人 造成的情感和家庭损失 短短几行字 直接引发了全美华人 内心深处的功名 大家纷纷转发 并主动签署请愿书 呼吁大使馆 能够了解到 让广大在美华人 能够更容易地回国 探望家人和父母的 破解需求 在众多请愿留言中 大家围绕着在疫情前 中美双方一直实行的 十年期多次往返签证 进行了不少的讨论 请愿签名人之一 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普莱诺的温迪奖 在评论栏里写道 我父亲于2022年去世 由于我的有效的 十年签证不被允许使用 我没有机会回去看望他 或参加他的葬礼 我的损失和痛苦 将伴随我的余生 另一位居住在 美国堪萨斯州的 请愿人郭华峰表示 由于疫情 十年签证暂停 但没有被废除或取消 因此 现在是结束暂停 并向那些想探亲访友 和恢复与中国 合作伙伴业务的人 敞开大门的时候了 说起这个 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曾是中美双方一项 最为互惠的签证条款 2014年11月10号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北京参加APAC峰会时 宣布了这项新的签证安排 继中国学生 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 延长到5年 商业和旅游签证的 有效期延长到10年 随后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秦刚也宣布 中国为美方游客和商务人员 也颁发最长为10年的 多次复华签证 不过好景不长 2020年3月28号 中国外交部 临时暂停了 外国人持有的 目前所有来华的 有效签证 和居留许可入境 时间来到2022年1月8号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依旧发文称 在2020年3月26号之前 颁发的所有复华签证 依旧暂停实用 哪怕仍在有效期内 哪怕中国此刻已经决定 重开边境 哪怕在疫情最严重期间 美国方面 向中国公民签发的 赴美10年签证 一直有效 从未变革 现如今 通过全美华人的努力 中国大使馆 终于做出了一些承诺 不仅要在未来几个月 恢复10年前 同时还要附赠给大家 三年的加钱 以弥补疫情三年来 大家未能回国的遗憾 这也算是给海外华人群体 一个相当有诚意的答复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